本来是相当多的,但是因为我们最近也打了很多会 其实我在一月到现在有加了六十几个小时 六十几个小时是什么意义呢? 就是我们一年开会都是八几个小时而已 所以已经加了一半的时间 所以我们前段时间除了公务员打人工 是比较拖得比较久之外,二十几个小时之外 其实是最近进程比较快的 到现在其实我已经批了1700亿的钱出来 当时里面有些工程,有些是政府抗疫基金 未来也有几百亿的,有些比较大的 例如沙田的垒水厂搬出来 我们建房子,也有沙中线,也有海洋公园 还有很多是安务院,公园,社区设施 这些都要等着,希望议员可以聚焦讨论 其实会影响沙中线多些 因为沙中线好像说7月就没钱了 海洋公园就可能去到10月才有大危险 所以看政府自己在哪里 所以我相信它会最快来的,应该都是沙中线 其实是好看政府是拿些什么上来的 你想想,如果他们是拿大嶼山上来的 那一定要20个小时以上 但是如果他们不拿大嶼山的,只是其他 我估计平均大概两个小时是一次会 或者过了一个项目,可以这样做 其实我们以前是很快的 大家知道我们最困难的时间是平均四个小时才过多个项目 后来我们改了财议会的程序,就变了一个多小时 最近这一年又回到差不多四个小时 主要因为受那些有比较多争议的问题影响 我相信下半年就会比较快 因为如果没有争议项目,通常都会比较快 大家都是以和为贵 希望尽量过多些,让多些钱流入这个社会 这个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说让我选择,我觉得这个大嶼山是重要的 但当然这个政府决定,它要衡量政治形势 是不是我会觉得到 这个等政府去决定 其实它现在,譬如好像这两次抗疫扩款 一至二百至三百亿 都是立刻打尖的 但我看不到在这个大嶼山的计划方面 他们会做同样的事情 因为它也预计是一定有很大阻力 因为这个特别财务会是重要的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议员已经提交到六千里的问题了 政府在这四天就要书面回答他们 就是开会前一天就一定要给书面回答案 然后再用每一个项目 例如教育、保安 都是大概两个小时 他们就可以再口头质询政府 通常都会很踊跃地问 我这四天做完之后 才可以将财政预選案在大会中通过 就是说我们要走这个特别财委会的程序 是规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 虽然在这个时间 尽量开会会更好 但我们也是考虑到 因为他真的很逼切 而且你不能做 所以我也是希望议员 如果他在那个环节里面 没有什么问 他尽量不应该回答案 越少人在愈好 一方面可以减低疫情的影响之下 另一方面要照顾到立法會的需要 预上開會 因為它如此重要 我們不可以隨便說不開 否則像其他委員會 大家看到全部取消 但為何特別財委會不能取消 因為它根本有時間性 還有在程序上的規定 我恐怕當天會很混亂 因為這是很熱門的話題 亦會談到721、831 這些其實是很明顯不相關的事情 但作為一個主席的困難地方 每次你叫他問一些相關 大家知道這是一個財委 你應該問他為何花了多少錢在水泡車 為何會增加那麼多錢在警方的裝備 你便問這些 或者是那些出來打的數目 但很可能他們問了一些 你說它完全不相關又不是 但最慘是我們程序上的規定 是一定要直接相關 所以有時候勸同事回來 通常都會爭吵 大家吵架 所以如果當天比較混亂 我希望政府方面 例如警務處也能夠聚焦回答這些問題 其實我覺得回答這些問題 是不卑不亢最好 即是你應該說的就要說 又不要收買一些東西 但如果是那些不合理的問題 那你明明跟你的不相關 你便不需要回答 所以到時也是一個艱難 我當主席是很辛苦的 如果他明明是不相關的 又不斷糾纏 而會又會失控 我沒有辦法讓他繼續問下去 但我也想盡量給警方 有這個機會去解答 所以如果政府那邊 無論是警務處或其他部門 如果能夠提供多些資料 又可以聚焦回答 不要帶你油花園 我想便會減少大家衝突的場面 其實我覺得他有個問題 一些官方回答的 譬如他當然想每一個問題 都想回答十分鐘 其實我經常跟他說 你有十分鐘準備而已 麻煩你在三十秒或一分鐘準備回答 大家知道我們的時間 是五分鐘四分鐘三分鐘兩分鐘 一輪一輪問 但很多時候被議員說五分鐘 其實是連問連答 但議員很多時候都問到 四分鐘多鐘只有幾十秒 只有幾十秒 你還在說一分鐘 還在說十分鐘 我準備遲 你當然不行 這些要改 但我覺得官員真的很參差 有些真的很好 但很多都是拿著天書 或是不斷說立場 那今時今日 他們都有責任 對我來說 作為一個主席 是主持會議的 而主持會議的 不是簡單說 你講完到他講 指揮交通 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高等法院其實說得很清楚 主席要怎樣呢 是公平有秩序有效率 所以這裏是主持會議的 這就是因為當時黃毓民去告 吳亮星主席的時候 是中審法院的裁決的 其實他都寫得很清楚 他們說 作為主席 不是坐在那裏 看你們自己回答 或是指揮交通 而是剛才我說的 是公平 有秩序有效率 所以秩序和效率 都是需要注意的 特別是效率 如果我想不同他們的衝突 或者是很容易做的 就是任你問 你離題又不理 不相關又不理 第一 超市又不理 又任你問N 那麼多轉 結果會怎樣呢 就是一個項目 可能談十個小時 但是我們一年 財務時間規定了 都是只有百多小時 今年我很誇張 我加了這麼多會 都是一百 六十個小時左右 平時一百二十幾個小時 因為以前很快 很多項目是不需要的 以前很多時候 是一個禮拜開下午 我現在已經很誇張 上午開了 因為每天上午都開了 所以差不多多了很多時間 我的重點就是 大家要明白 我為何都要冒著 跟我們衝突的危險 都要去干預 如果你這樣拖下去 你無限時這樣問 我處理不了其他事情 因為你時間一定這麼多 但你怎樣去用善用的時間 令時間真的質詢到政府 因為議員的天職就是要質詢政府 確保他用得其所 但如果你說到都離開了 根本無法達到質詢的目的 只是罵政府 又審判不了議題 我主席又做不到時而不斷 甚至困難的位置就是這裡 所以希望大家都諒解 主席不是故意去刁難他 而是真的時間有限 我們一定要掌握時間 去做好心份工作 如果那些是複雜的 是很多錢 你便多用時間 但那些簡單單開個位置 你需要用同樣的時間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實我想你都很清楚 你不是說 一聲就跳到你那裡 你是經過時务委員會討論 然後在公務 可能公務都開五六個小時 已經談了一大轉 以前的財委會是不是這樣的 以前的財委會是很多事情 舉手通過的 即是說 可能通過一個項目 平均是三十分鐘過一個項目 現在去到四個小時 是否有什麼意義 難道以前的議員 沒有審核過那些事情 你說不通的 但以前的議員會聚焦一些 真的有爭議 他花了些時間 那些很興趣的就不要搞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這件事情 都是加會的 因為你很簡單 不夠時間就是加會 即是我們做不完這些事情 你做什麼呢? 就是這樣 我也很感謝這些議員 都肯回來的 當然都是建設派的議員多 因為如果我問七日加會 通常反對派都是 最多是兩個三個會來的 大部分都不會來的 但到你真的開會一定會來的 哈哈哈哈 大學撥款 你知道當時就是因為 大家擔心 有幾個說法 有個說法就是很不滿 大學的處理手法 當時據我所知 那次就是開會前 我才知道政府是收回的 我真的不知道 政府其實也不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他入場的時候 有人跟他說 你今天如果表決 一定會反對他 結果他數票 發覺不夠票通過 那他就收回 因為如果被人否決 更糟糕 他就要去改數字 然後重新排期 那人就會問你 為什麼上次會否決 你覺得你今次會得到通過呢? 所以他不敢 他寧願收回 在背後大家說 即是說好了 你肯救他 所以他現在經常都說 他在數票 就是說他都擔心 如果真的否決了 他就真的今年不會來到 你知道今年是最後一年 對後果是怎樣呢? 就是說 今年任何在裁會 過不了的事情 是要由頭來過的 去委員會 再去公務 再來這裡 整個過程都成年了 差不多 所以我們盡量不想這樣 但今年有一個痛苦的地方 譬如往年 我們七月中度是休會 但其實我八月可以繼續開會 今年沒有這個選擇 因為今年是要選舉 所以七月結束 真的結束 所以這個壓力 其實是 或是浪費更大 今年是 這個 我又不覺得 總之 任何政治 好像說政治的問題 就是政治解決 所以應該是透過協商 不是說在這個裏面去解決 我作為主席當然不想 但無論是反對派 或者是電視派 他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 亦有他的考慮 他亦不會覺得 為何反對派可以政治化 或者在表決上 用你的選票做決定 我又不行呢? 他已經算好了 通知政府 否決了你 你便更加慘 所以這不是我的意見 但我聽回來 大家對這個 教育制度出了很多問題 特別是幾間大學都搞成這樣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誰負責呢? 即是他們覺得這些 未去搞清楚 他們覺得不會輕易 通過一些教育的撥款 其實是很不幸的 因為我相信 就算你 即是等於警察 有些人是真的做些事 大家都覺得不應該做 但都是一部份人 那就怪了所有警隊 教育都是有些先生 或者有些人做得不好 那就怪了整個教育 是一樣的 其實都是一觸告打成一傳 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都很希望 他們盡快談好數 大家盡快 不要影響那些學生 不要影響那些設施 希望大家都可以談好數 可以盡快 其實你讓我選擇 我當然不想再做 因為已經是十二年 我覺得都是應該給別人做的 很坦白說 但現在我們面對現實 就是真的沒有人肯接受 暫時都沒有人肯接受 想接受的人 也未必業界會認同 所以我仍然在考慮 我仍然很希望有能力的人 能夠做 有業界接受 始終都是業界投票 所以到時才再決定 這個所謂的零票當選 是一個故意扭曲的說法 因為大家都知道 無論直選和功能組別 也不只是功能組別 如果你直選 是沒有人和你爭的 你便自動當選 還是應該正確 已經說自動當選 不是零票 事實上也不是零票 這個世界哪有零票當選 如果零票 你們其他人 就是個個來試試 坐這個位置 所以這是不盡不實 也不負責任 純粹是宣傳上的口號 這個只要自動當選 自動當選為何會這樣 大家便想 為何沒有人和他爭 這個位置這麼好 十萬十幾萬一個月 又有代表性 為何沒有人做 當然有很多問題 包括他有沒有勝算 他覺得自己有沒有人支持 有沒有勝算 就算沒有勝算 也有很多人會爭 但問題是為何連爭也沒有 有可能是某些人自己做的 都可以 或者大家都接受 所以這些是很複雜的問題 就不要簡單化 說那個人自己賴死不走 或者什麼 我自己的情況 就是我覺得 在這裡 我覺得做議會的人 都是有心為香港 但事實上 要做一件事也很艱難 要出盡牛耳虎 我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更多一場流 我自己是為追求這件事 我一定是沒有追求的 為何呢 我經常覺得做了財委會 都不知道能不能順 如果再去做更加 責任更重的位置 我自己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坦白說 但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外面也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為何呢 有些人就說 才這麼難頂 你也能做到 但他又不知道 我的代價就很痛苦 當然 所以我相信 我希望大主繼續做 希望他繼續做 他又可以繼續 他又熟悉 因為他也是一個過程 我覺得他越來越 是如得水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我都希望他能夠繼續做下去 都未必假 我想真的要看 盡量別人做 因為我想我做了五年財委會 都已經很新勞 我不知道 因為我六歲 坦白說 你做四年七十歲 可以不可以呢 當然現在有人九十幾歲 都做首相 但是個人不同 而且你要坐那麼久 你想想想 將來 你知道今屆都已經這麼困難 你想想 將來如果三十五加 即是對方 你怎樣做呢 當然到時就不用做大主席 可能陶滾新做大主席 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你慢慢緊 你很簡單 三十六對三十四 那你的議會又怎樣做呢 其實那個痛苦和艱難 是遠遠超到現在 絕對不能 我低估 你說三十五加未必出現 但是你說三十六三十四 是很可能出現的 那你怎樣呢 那你做一個人做了主席 那你三十五對三十四 所以是超級困難 我覺得誰去做這個位 我覺得他很有勇氣 而且需要很多人 很多幸運 哈哈哈哈